日本战时的宣传海报 通过这一组老照片 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 这段历史中留存下来的影响 照片为二战时期日军的宣传海报 画面中的日军手持气正在冲锋 以这样的方式来宣传日军在侵略战场上勇敢无畏 照片为二战时期日军的宣传海报 画面中一名日军军官正在给占领区的小孩发糖果 日军以这种摆拍式照片来打造侵略形象 但实际上日军在侵略战场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如同恶魔一般 照片为二战时期日军的宣传海报 镜头下日军在侵略区的入城仪式 从1931年侵占东北三省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再到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入侵东南亚 日军一度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然而侵略者最终还是遭遇了失败 正义可能会晚到 但绝不会不到 展开全文照片为二战时期日军的宣传海报 镜头下手持日军旗帜的士兵 象征着战事的胜利 照片为二战时期日军的宣传海报 日军为发动侵略战争发行国宅 这是当时日本军邦要求人民为侵略战争做贡献的一种方式 照片为二战时期日军的宣传海报 日本举办新亚国防大博览会 新亚同盟成立于1941年的东京 日军大将林喜十郎为当时的总部长 日本有53个团体同归兴亚同盟领导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